穿过连绵纸鳞一细细的纯白纸条 是轻薄透光柔和的纸材 即使无法看透前方 走着走着层层脱开 也仿佛揭开纸翼的新面纱 我一直在挑战纸的各种可能 我觉得纸不应该我认识的一张纸而已 那因为对它有这一份情感 所以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管我把它带入艺术 带入设计 带入儿童教育 其实都在找寻纸的一种魅力 谈起在熟悉不过的纸张 术国纸博物馆执行长陈瑞慧 也有一番想法 和团队用无种不同质地 不同触感的纸张打造纸同龄 他希望结合实用与视觉美感 延伸纸的意用 近几年也陆续开发纸文创商品 包含日常文具 家居用品和春节用纸等商品包容万象 但他也坦言 产制商品必须考量成本和库存问题 那文创商品的部分 因为我一直觉得 哇 商品对我来讲 一次就要做好几千份 那我觉得商品你绝对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 很有把握说每一次出来的商品 你都可以把它变成零库存 或者是你甚至你都要有一些储存的空间 那有时候做出来 大家会说很漂亮 可是也许卖得不好也不一定 这个是事实啊 陈瑞慧经营纸博物馆超过二十年 起初是为了完成父亲想成立博物馆的医院 他花了好几年才正式营运 一路走来遇到许多挫折 却不曾改变对芷这份情感的执着 经过多年经验累积 也让他对文创有更深体悟 其实我在做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回归到那个文创本身 不是只有在 一直在突破那个形制 我觉得不是 我要回到它的历史 它的背景 它原料 所有这些东西的探讨 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东西 博物馆内除了首作体验 每天策划不同形式的展览 还有主院子 可以在这里静下心写写字 让民众进到博物馆里 能好好感受纸的魅力 陈瑞慧带领团队不断创新 挑战传统纸杏 在渔门舞级狂草系列中 树火团队则尝试让纸张在舞台上 与舞者搭配展现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 另外也和食品业者跨界合作 利用产制酱油的黑豆纤维超制纸张 设计船评标也串起了调味料与纸张的连结 以纸材延伸的商品不仅如此 设计师Tiger就跳脱书写概念 用好几张纸增添铅笔的层次感 你卷的时候不用真的卷得很整齐 你要是卷得不整齐的话 它削起来反而会有这样子 非常乱的一种感觉 如果说一支笔是自己来制作的话 那因为有一个感情 一个情感贯注在里头 或许就会比较想要去使用它来写字 再加上刚好说 只有一个这样子合作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促成了这个产品的诞生 颠覆过去用纸习惯 术火团队与一夜合作跨越文化将界 陈瑞慧不将自己局限于手工纸发展 而是努力为纸意找出路 他先了解客户端需求 再找中日职场研发不同纸职 从各面上为纸张注入新元素 不可会员的是因为机械一直在进步 你手工纸一定会有被取代的一天 可是一定要尽量找出 你非手工纸不可的那种 不可取代的价值 那个才有办法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点难 也不是有点难 真的很难 陈瑞慧认为手工纸除了工书画使用 在古书籍保护修复工作上 确实也有它的市场 但都只算是小众 若要维持职场运作 必须开辟一条新路 陈也说早在父亲经营手工职场的时候 就考量到职业的发展必须更多元 在成立长春职场不久后 便思考转型 1968年与日本厂商合作成立中日特种职场 研发机械肉质 发展至今不仅保留传统的手工职业 在机械职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 中日职场跨籍美妆 医疗和科技等产业 与其他民生职业大厂经营模式不同 以少量多样化经营分散风险 包括近几年爆红的诊治到了纸胶带 还有精品包装纸带都产自他们家 在台湾市占率高达7成 年营收上汉新台币6亿元 也积极投入科技业研发 成功打进手机大厂的供应链 智慧型手机不断推全初心 讲求轻薄时尚美感 但没说你可能不知道 为了阻止电子波辐射干扰人体 手机领组建理就是靠这张 经过电镀加工而成的屏蔽纸 它比卫生纸更轻薄而且更强韧 中日职场光是研发这款 砸了上亿元买设备 花了十几年才研发完成 这个是它的载体 也就是说它的要求 就是要左中右的厚度 要非常的平均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要分散要好 上面不可以有杂质 我们以前最早做到 就是0.03mm的 现在做到0.01mm的 甚至有些还要求更薄 但是我们就是说 我们薄 我们这边可以做到很薄的话 客户那边它加工也要能够加工 机能值虽然成长性大 但投资成本相对较高 中日职场不断研发新技术 增加附加价值 一切都是为了跟进时代脚步 像这种产品也不会超过五千万 我们不会依赖在某一个产品 我们最大的产品它也不会占我们营业额 超过10% 现在也是都是持续稳定的成长 像我们现在在近两年也是在投资 在扩中产能 所以说这个应该就是 应该做得很辛苦 但是应该还是很有希望 尽管普理职业面临困境 中日职场不但敢拼 更跳脱传统思维改革创新 转型再转型 把传统小职场当成国际事业经营 拧领台湾职产业向前推进 也期盼吸引年轻世代加入 翻转细扬产产业 研发更多职的可能 陈瑞惠说 面对产业未来的不确定 他唯一确定的是 只要整合传统与创新的力量 就能再创职业新契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